新春佳节,南方不少地方已经是花海一片了 趁着休息,咱们一起赏赏花 提前的感受春天的气息 眼下,贵州兴益市万福村的六千余亩油菜花已经开放 放眼望去,村落间,田野上铺满了一朵朵一簇簇的油菜花 与远处的风林交香辉映 形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乡村田园画卷 一个字,美 江西大鱼县的梅花这两天也开了 这片千亩梅园里有上万柱梅花 包含朱砂梅,铁骨梅等不同的品种 据了解,这里的梅花花期为每年的12月到第二年的2月 尤其在春节期间是盛花期 漫山遍野的梅花也引来了不少游客拍照留念 梅花不仅好看,也是安徽社县上风香的特色产业 眼下这里五千多亩的绿梅已经开了 由于绿梅花采摘期只有半个多月 即便是过年,乡亲们也没歇着,忙着采花 采摘下来的绿梅可以食用也可以要用 花农汪秋霞家有40多株绿梅 这两天他们夫妻俩一直忙碌着 6点起床几点就要来菜的呗 到五点多钟吧 400多斤应该是15万块钱吧 这种小株绿梅花采摘期间 我用到小株绿梅花采摘期间 这种小株绿梅花采摘期间 又是1个小株绿梅花采摘期间 所以我们可以用到小株绿梅花采摘期间